老家了 一个老家在中国 近日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90后小伙 唐纳德·阿什顿·琼斯 乘火车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厄尔多斯市 和这里的种树人们一起走进茅无苏沙地 开启三天的种树之旅 它有个中文名字叫殷一凡 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一个人 一开始要发芽我就记得坐不住了 就叫这种 不由我自己证损 好像在种树的 有了种树病来 58岁的殷玉珍曾获得中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绿化奖章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等 并在联合国2005年全球签名妇女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会议上 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1985年 殷玉珍因包办婚姻 嫁到了当时寸草不生的毛无苏沙地 面对眼前的环境 她说宁愿种树累死 也不让沙子欺负死 于是用三十多年时间种树 让七万木黄沙变成了绿洲 殷一凡大学毕业后 来到中国哈尔滨做英文老师 2014年 她在一家披萨店看到了关于殷玉珍的纪录片 于是蒙生了去沙漠种树的想法 有一个英语圈在沙漠树吧 我可能要走吧 找到我们当地这里的人给我联系一下 可以来了一起树吧 我就太开心了 她一来了你看又把我种树盖家务还都挺厉害的 到这里空气好 大自然 平安 心平气和 一开始她不会种树 我叫她咋种 她一直给小孩们讲这个生态 种树咋去生歌 我告诉她 我说着一个中文名字 我说那个英 好不好 她说的 好 你是小弟弟 My sis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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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姐姐 对 我的姐姐 就是 谢谢弟弟 谢谢弟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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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殷一凡第一次来到毛苏沙地之后 几乎每年都来种树 2017年 她带来了自己的妻子 2019年 她在这里待了三周时间 种了将近一千棵树 殷玉珍回忆 那一年沙漠来了很多朋友 还为她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加拿大的 美国的 你请出名网友 沙漠过生日 像这个五十多年还是第一次 她这么认真 她这么努力 改变 她的地球 我就 感觉特别特别 鼓励的 总面积4.22万平方公里的毛苏沙地 三分之二在俄尔多斯境内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此前发布的消息显示 经过多年努力 毛乌素 浑山达克 科尔钦 呼伦贝尔四大沙地 得到有效治理 林草植被大幅增加 生态整体改善 念念回来的时候 我感觉这里一步一步发展了 发展和保存大自然 好远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风车 太阳能板 新能源来了 我已经看到了我喜欢的 下时间吧 谢谢 那走一路去啊 谢谢 你去听我的电话啊 再见 再见 4月7日傍晚 记者将殷依凡送到火车站 她将踏上东去的列车继续学习和工作 途中 她和记者分享这些年在中国游离的感悟 她说如果希望成功 就要努力改变 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 还有我们通用的地球 跟她这样 认真我也会认真 改变地方我也会 改变自己我也试试啊 都可以吧 我一直在记得之中 惹それで 花儿 她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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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